欢呼鼓掌声中 总统蔡宜文抵达美国纽约乔宴会场 受到侨胞热烈欢迎 面对热情侨胞 蔡总统表示 台美关系不断进步 很开心有机会和美国朋友及侨胞相聚 自己过去常来纽约 但这次身份和以往完全不同 大家都知道我在纽约上学 我也常常来纽约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 以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身份来到纽约 昨天飞机一降落 我们就开始马步平提 开始了很多的工作 那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台湾走出去 大家说对不对 这场桥宴席开破百桌 超过千位侨胞几包会场 社外人士表示 无论规模或人数都创下新高 美方政要纽约州参议员刘纯毅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剑 众议员麦卡尔及优贺等人也都出席 蔡总统以国台英语三声道画家长 拉近汉语会侨胞贵宾的距离 应邀出席桥宴的美国民主基金会 以自由之家代表 还合赠民主女神画作给蔡总统 美国职棒大联盟 纽约大都会队的亚洲市场负责人 也送上写着一号台湾字样的球衣 为总统加油